台塑六青在七月发生了两次火灾 加上后续停工的影响 集团旗下企业的营收大减 其中光是因为火灾而停工的台塑化 在八月份的营收就少了四百三十七亿 下滑了百分之五十六 不过台塑化指出现在炼油厂已经复工 接下来又进入旺季 九月份的产能应该就可以恢复了 台塑四保四位总经理排排座 出席每月固定的业绩说明会 受到七月底六青火灾和后续停工的影响 八月份营收掉很多 跟前一个月比较台塑减少十一点六亿 南亚成长十四点三亿 台化衰退十八点二亿 台塑化更是大减四百三十七亿 合并四保营收大减四百五十二亿 衰退幅度达到百分之三十四 受到七月三十号我们这公安意外的影响 那么炼油炼油厂全部停车了二十天 那么暂停油品的外销 跟我们这个税修 所以造成我们整体的营收 就有很大的这个衰退 台塑实话指出 虽然八月营收比上个月衰退百分之五十六 不过之前停工的炼油厂九月份已经复工 每天产油四十万桶 再加上国际油价维持高档 预估九月份产能营收都会回升 而行政院要求六亲在一年内分区停工 台塑九月二号已经送出停工清测 还要等专家小组审查 停车检修的这个时程表 这个还是有待经济部专案审查以后 决定我们尊重他们的这个损差结果 那我们才能够确定我们要停工的这个情况 而六亲一年七次火灾也造成台塑化董事长王文潮请辞 外传台塑有意言请前国光石化董事长陈宝朗接任董作 但台塑表示目前董事会开会日期还不确定 不便对外评论 记者欢迎入庄志诚台北报道